我是歌手三第四季开播 有音乐诗人之声的李健强势补卫 节目中的他以一首原创首发 带有浓郁俄罗斯风格的民洋歌曲 贝加尔湖畔压轴登场 绕梁三日班的歌声 赢得现场如潮的掌声 与此起一笔伏的叫好声 最终李健获得大众评审票第三名 李健初到甚早曾是水木年华一远的他 为人低调 曝光度并不高 走红之后 他对自己的家庭悔计陌生 即使在做客节目时 也对自己的另一半三减七口 只以小贝壳来称呼他 据了解小贝壳和李健都是哈尔滨人 他们两家是市交 小贝壳比李健小五岁 主修社会学 学历比清华毕业的李健还要高 不仅如此 小贝壳的唱功非常好 他曾在李健的歌曲紫楼兰中献唱 而且李健专门创作一首歌 小鸟睡在我的身边送给小贝壳 早前有媒体拍到李健写妻子与友人聚餐的照片 照片中小贝壳圆圆的脸带 五官千秀气质温婉 同时据知情人透露 小贝壳的家境殷实拥有家族企业 是一名名副其实的富二代 而当年李健离开水木年华后 有很长一段时间事业低迷 收入较低 权赖于小贝壳在背后的大力支持 他才能安心的创作音乐